非正確已經 vamos就一趟 我們各位 тов心 大家辛苦 因為 冷氣還未兌 所以比較悶熱 好 大家比較喝奶 好 那麼 第二節就我們現在來開始 那麼我們來 現場我們都有分一分這個 參眾議員預備會議 這個 我們來現場 較後面這裡 中議員 組織中庭和議事的規則 後面 第一葉 因為他寫的也寫第一葉 有一個 中議員組織章程 中議員組織章程 有答對嗎 中議員 有一個參議院 因為我本身 是中議員院長 所以我為中議員這邊來講 好 那如果 現到 中議員組織章程 這份 我們來把 現來到 第八項 有現到中議員的第八項 他的第五十有什麼常設委員會 有沒有 有喔 有喔 這幾個我才 剛才聽到一個告知耶 我選到一個告知 有 有 有人的親人 過往 tumb 有 有 有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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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五字丁科喔 嗚嗚 再來 什麼 歐禄修專筆喔 嗚嗚 阿講到第四話說到手 阿說 說 用三立的啦 他說 嗚嗚 嗚嗚 好啦 我怕你們剛才順這個世公在那邊笑話 好 來 阿我們這個長策委員會 如果在中二院 我們有二十個 你現在現在到第九位 都中二十個 最後那個叫做 懲罰委員 對不對 好 那麼我們為第五節來看 那麼我們將來我們這些參眾議員 但是我們現在在說的這個是中央級的 你們有的議員將來是在國州 在做參眾議員 那麼國州的參眾議員 議會啦 如果州就說我這個議會 參眾議會 他要以這份做母法 我們這個參眾議員的議事規則和組織章程 這個來做母法來歷你們國州的 州的議會 的議事章程和議事規則 這個組織章程和議事規則 好 將來 譬如說我們現在 我們都用把心肝抓得比較大 但是如果做得好 你有可能 來在中央做參眾議員 所以你要先把這份都了解 將來 譬如說我們現在設定說 我要來中央做參眾議員的議員 將來有些發案送來 都會先分配來這20個議員會 來參與 這算初步的心肝 將來心肝有過才會上映議會 所以 以後 我們很多人可以去參加 這裏面 無法度每一個委員會參加 但是可能要減三四個 所以你把你可能你本身的才能 在對一方面 你來參加這方面的委員會 好 我們來看 有對20個委員會 我們來打一下 第一個就是 內閣委員會 這是內閣管轄的事項 我們因為這種 這個議事規則 這個比較刺激 我還不懂 學會講學會改 所以我們只要照本 先再打一遍 好 來 內閣委員會 他在管轄的裡面就是 內閣管轄的事項 第二 總務省管轄的事項 第三 立特開發管轄的事項 就是 無所謂今天委員會的管轄 有總理府管轄的事項 總理府 就是 一般 內閣座的國家都是總理 有的都說總理 有的都說總理 有的都說收上 所以他們是總理府 總理府 就是 行政部門的最多的單位 第二 地方 地方行政委員會 他所管的就是 地方公共團體 第二 主題性管轄的事項 第三 公安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第三 第三個委員會就是 法務委員會 第一 他管的是 法務省管轄的事項 第二 法務省管轄的事項 第二 法務省管轄的事項 和國省委員會所管轄的 第二 委員會是 文教委員會 第一 一管的是 文部省管轄的事項 第二 教育委員會 管轄的事項 第三 台灣 學術會議管轄的事項 第七 第一 衛生衛生醫療委員會 一貫的是 衛生性官學的屬行 特別委員會是 農林水産委員會 一貫的是 農林水産性官學的屬行 第九 委員會 雄港委員會 所貫的是 通商參業性官學的屬行 經濟界會聽官學的屬行 第三 公政交易委員會 官學的屬行 就是公開 定調政委員會所官學的屬行 這是只有反對 控制 土地利用這部分 好了 顯過來 第十位委員會是 文書委員會 所官學的是 文書姓所官學的屬行 第十位委員會 通信委員會 所官學的是 郵政姓所官學的屬行 第十五 科學技術委員會 他所官學的是 行動性官學的屬行 第十三項 建設委員會 所官的是 建設性官學的屬行 國土聽官學的屬行 第十四 安全保障委員會 所官是 風雨聽官學的屬行 第十五 科學技術委員會 他所官的是 科學技術聽官學的屬行 第十六 環境委員會 所官學的是 環境聽官學的屬行 第二 公開庭 調整委員會 所官學的屬行 但是不包括 上港委員會所官學的 第十七 委員會 官學第一 委員會 第十八 割選委員會 他所官的是 割選 第二 動議有被費用支出的屬行 第三 動議為割選調整資金 辯入稅入的屬行 就是 國庫政府負擔行為總報告書 第五 國有財產增加監照 和現存行動的計算書 和無償貸款計算的總報告書 第六 其他會計 心計 心計他們所官的屬行 第十九 議員英文委員會 第一 議會的運作和英文 第二 議員的過程 他要到三天 再來議長的主順 就是 法院法官 彈合和法官追訴委員會 第五 國家都市管 第六 其他議員的發揮 第二 聽法委員會 聽法議員或是議員的主頁 的訴訟 這二十個議員會 但是要注意就是說 在參議院 他只適立十七個常設委員會 那麼我們眾議院是有二十個 你對比就是我們的第十五 十六和十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這三個是參議院那邊沒有 參議院是十七個 我們眾議院這邊有二十個 這點齁 好 再來 我來 我來 在裡面齁 有經理一些重點 我來把這個重點 來討好大家聽 就是說 我們如果選舉參選議員的議定 是在朝集日當日 集會的議員 達到總數要多少議員 然後我們的議員 來舉行議定的選舉 這就要 我們剛才說過 一般就要出席 三分之以上的議員 才可以來抽開 抽開這個議定的選舉 那麼再來 參眾議院重要職員的選舉 以獲得多少選票為當選的人 這一般都是要過半數 過半數才可以 那麼 我們在議員 修會期間 如果議長認為緊急必要時 後總議員 多少以上的議員 要求是 議員才可以召開 會議 這一般的規定 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才會這樣開會 沒有 這不說第一頁 我替你抓重點 我還要跟你說第一頁 只是現來現去 大家會變得會議 會變得破 所以你認真聽 主委聽 自己記下來 會說得太快嗎 好 我盡量再半拍 來 議員若要撤回所提的議案 必須有前提議者 多少人數的請求 提議 提議者要多少人 一般就是 全部提議的人一起請求 好 再來 眾議員 眾議院議員 提出對內閣的信任案 或者不信任案的動議 或者決議案實 必須附上旅遊 由議員出席人數的多少以上 贊同者聯名 來向議長提出 這一般是要二分之一 這規定是二分之一以上 贊同者聯名 才可以 再來 議事日程中 要記載的事項 有哪一些 就是 第一 開會日期 你在議事日程中 要記載的事項 有第一個 開會日期 開會的時間 還有提交會議的案件 以及他的程序 來 有關議員 在會議期間的發言 他所有的發言 都不得涉及議題外的問題 要針對議題來發揮 不得超出其範圍 OK 還有 參眾議員 可採取表決的方式 有第一個 起立表決 第二個 記名投票表決 第三個 無記名投票表決 這三個 如果出席議員 達多少以上 提出要求 就必須進行 記名投票表決 這個規定是 五分之一 要五分之一 以上的 出席議員 的五分之一 提出要求 要求 要記名投票表決 要五分之一以上才可以 再來 對於要求罷免法官的請願 議長 應該轉送到哪一個單位 當然這 我們剛才看到 有一個法官追訴委員會 要送到那裡去罷免 這個請願 OK 再來 有關議員的請假 要附上哪一些呢 必須附上旅遊 如果 確定你要請假多少天 事先 要向議長提出請假書 經過請假 許可 旅行的議員 一出發 跟回來的時候 必須要向議長報告 獲得請假許可的議員 獲得請假許可的議員 如果在請假期間 他又出席 院會 的議員 則請假的許可證 自動失效 OK 好 再來 如果 你動選 議員 之後 就是你做議員之後 你第一次出席的議員 必須向事務局提出什麼東西 當然就是當選證書 這是我們將來 政上法之後 開始有選舉的時候 你選到了 那麼你第一次去議會 參加開會 你第一個要先出示你的當選證書 然後這個總務處 就會做你 幫你做一些 鬍子 名牌 OK 再來 那麼 參議院 調查委員會 會在什麼時候來設置 這當然是在 參議院 議員定期選舉後的 第一次召開會議 召集設立 OK 那麼 參議院的議事規則 裡面有幾個議員會 我們剛才有說過 在參議院有17個 那麼在眾議院有20個 那麼 有關會議紀錄的敘述 就是要 意思要依照 數據法來數據 會議紀錄是由 醫院來保管 會議紀錄要看在公報上 再來 決算委員會 管轄的是什麼 當然是決算 再來 國庫債務負擔的行為總報告書 還有同意支出預備會 再來 同一個議員 就同一個議題的質疑 不得超過三次 你在議會的時間 你對同一個議題質疑 不得超過三次 那麼如果你第一次 無法決定 這個 當選人 比如你要選委員長 那麼 就要從最多票的這兩個人 再舉行 決選的投票 那麼由得最多票數的當選 但是如果 得票數相同的時候 要怎麼決定當選人 一般 去用抽權來決定 那麼特別委員會的委員的人數 由誰來決定 這個由議員來決定 就是如果說參議院 就是參議院來決定 那 眾議院當然就是由眾議院來決定 這個人數 那麼 所有議案的提出 必須要 具有附帶理由的議案 還有 贊成者一起來連署 來向議長提出 附帶預算的法律案 還要必須附上 產民實施 該款法律案實 所需的經費的文書 委員會 一般設理事長一名 委員會設委員長一名 如果委員長有事故的時候 沒有辦法參加 由理事來代理行使職務 那麼議長宣佈開會之前 以及宣佈散會 或者延期開會 或者休息後 任何人不得就議事問題 繼續發言 還有表決的時候 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還有表決時 不在會場的議員 視同氣權 那麼議員對其他議員的資格 提起訴訟的時候 必須製作具有訴訟要點理由 還有證據的訴狀 那麼委員的選任 都要由議長來提名 還有委員的辭職 也由議長來許可 有關眾議院 進行法官彈劾 法院的審判員 及預備審判員的選舉 以單記吳紀明投票的方式來進行 那麼執行 議員執行 包括書面執行 還有口頭執行 那麼聽證會的公訴人 指聽取利害關係者 還有 具有學識經驗者等等 那麼 因為我們這一些 日本 你們真的要好好回去打 把裡面 有些瑕疵的 有雞肢的 有減肥的 或是儲備制 或是 引用的一些相互的法條之間 有什麼錯誤的 希望你們 可以把它找出來 我剛才說過 你送給國主的參眾議長 如果找不到他們兩個 拜託你集金 送給集團 由我組長 參眾議員 議長 韓偏 整個收集這些資料 送來我們中央 因為我們中央規定在 下個月7月19號 要重新審議 要來通過我們的草案 這有五個草案 有一個台灣基本法草案 社會秩序維護法草案 還有一個國會法草案 參議院組織章誠和議事規則草案 包括眾議員 這五個草案 他這裡說草案就是還有修正的空間 希望集思廣益 我們各位同志 參眾議員 我們做的來 把這件工作來做得好 好 那麼 剛才我說的那個重點 我剛才用北京議講 就是希望 不論你是什麼族群 你都聽得懂 那麼 剛剛我 PowerPoint的時候講的題目 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 要表達的 你現在也可以提出來 那麼 我們這個草案 已經討論過好幾次 那麼 這基本上都是參考 日本那邊的 他們本來就有的一些意識規則 那麼 各位如果有更先進更新的好的方法 也可以在你要修正這個的時候可以附上去 你把你資料取得的來源 還有你有什麼新的創意創局 你都可以寫在你那個紙條上面 來向中央反應 讓我們這些法案 能夠更完整更完備 OK 再來我們還有時間 我繼續來講 我想說 剛剛這樣講一遍 我們現在還有時間 我們現在還有時間 我再來講一遍 我再來講一遍 增加你的印象 OK 好 我沒有說的 不一定會出 我說的 大部分都會出 這個重點 因為這個 要給大家加深印象 所以這個重點 你如果都有記起來 大部分我們在 醫院在議會 在開會 就比較不會走進去 尤其 大家都有機會 你如果表演好 你也有可能來做議長 還是做委員長來主持會議 所以希望大家 對這方面的規定 我們要了解 OK 因為你如果沒有 開會 不符合議事規則 後天要走 你通過的法案 搞不好會被廢 廢掉 說你沒有合遇 法理程序 來 我們如果選舉 參眾議員的議長 在召集當日 說集會的議員 要達到總議員多少以後 議員舉行議長的選舉 才可以 三分之一 這規定是三分之一 那麼參眾議員 重要職員的選舉 以獲得多少選票為當選的 這是當然要過半數 再來 議員修會的期間 如果議長認為緊急必要時 或總議員 四分之一以上的議員要求時 議員可以召開會議 是四分之一 好 議員如果要撤為所提的議案 必須由全體提議者 全部 要全部 來提出請求才可以撤案 OK 眾議院議員提出對內閣的信任 或不信任案的動議 或者決議案時 必須附上旅遊 由議員出席人數 二分之一以上 贊同者聯名 才可以向議長提出 是二分之一 好 議事日程中要記載的事項有 第一個開會的日期 開會的時間 還有提交會議的案件 及程序 好 有關議員 有關議員在會議期間發言 所有的發言 都不得涉及議題外的問題 或者超出其範圍 OK 參眾議員 可以採取表決的方式 有 第一個 起立表決 第二個 記名投票表決 第三個 無記名投票表決 再來 如果出席議員 達五分之一以上提出要求 必須進行記名投票 要五分之一以上才可以提出 記名投票表決 對於要求罷免法官的請願 議長應轉送 這個法官追訴委員會 來處理 OK 好 有關議員的請假 請假必須附上旅遊 並請假的確定的日數 事先來向議長提出請假 好 經請假許可旅行的議員 他在出發還有回來的時候必須向議長報告 OK 在獲得請假許可的議員 如果在請假期間又出來出席 那個議員 那麼他的請假許可自動失去效力 OK 好 你當選議員 第一次出席的議員 必須向事務局出示當選證書 OK 好 參議院調查委員會 在參議院議員定期選舉之後 第一次召集的時候來設立 參議院議事規則裡面設有17個常設委員會 那麼眾議院議事規則它設有20個常設委員會 決算委員會所管轄的事項有決算還有國庫債務負擔行為總報告書 還有同意支出議備費 同一個議員就同一個議題的質疑不得超過三次 如果第一次無法決定當選人時 就從得票最多的兩個人再舉行決選投票 得多數票的當選 但如果得票數又相同的時候 就抽聽決定學來當選 那麼特別委員會委員的人數 是由議員來決定人數 來決定人數 所需的經費的文書 那麼委員會設理事一名或者庶民 委員長當然是一名 如果委員長有事的時候 由理事來行使職務 我們議長宣布開會之前 以及宣布散會 延期開會或者休息之後 任何人不得就意識問題來發言 表決的時候 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表決的時候 不在場的議員就視同氣權 議員對其他議員的資格提起訴訟的時候 必須製作具有訴訟要點的理由 還有證據訴狀 委員的選任均由議長來提名 那麼委員要辭職也要由議長來許可 委員會設理事一名 這個重複 有關眾議院進行法官彈劾 法院的審判員 及預備審判員的選舉 以單記無記名投票方式來進行 質詢的時候包括書面質詢 與口頭質詢 聽證會之公訴人 是指聽取厲害關係者 還有學識具經驗者等等 OK 議長 這樣應該都有背了 你如果背了我 恭喜你 你算天才 我沒辦法 連我也要背不起來 背不起來 大家只會打拼 好 那麼對我剛才PowerPoint 所說的這些 我做演講的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意見嗎 其實我們很有議員 我們最初的第一個 台灣民政務的台灣基本法 這個也很重要 台灣基本法你一定要看 因為這就是定義 如果有國家 他們所說的就是憲法 因為我們台灣不是國家 所以我們設立台灣基本法 做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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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們的這個 台灣的這個 定義 立法人 眾議員 不是立法人 參眾議員 的規範 我們所有的 立法 不可以超過 這個台灣基本法 這個範圍 不必須抵觸 OK 好來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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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將來我們臺灣民政府希望走兩黨政治 就是像美國一樣有兩個大黨 一個共和黨一個民主黨 兩黨來良性競爭 不是像現在的兩黨是藍綠對抗 因為支持藍的跟支持綠的 他們對國家的認同 藍綠對抗 因為將來我們會用臺灣民政府 所核發的臺灣公民身份證 那個TW這個身份的人 才有資格參選 才有資格投票 你可以去當候選人 也有權利去投票 所以將來就沒有藍綠對抗 將來這兩個政黨 臺灣民主黨 臺灣共和黨 他們 在比如說20年以後 我們開放選舉的時候 看哪一個黨 參眾議員的得票率最高的時候 就由那個黨 來組閣 那個黨的黨魁 基本上就是來當總理 當首相 所以將來 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 身份 有臺灣公民身份證 TW身份的這些人 來主導 所以就沒有藍綠對抗 那時候我們目標都是一樣 就是讓臺灣更好 沒有統獨之爭 沒有藍綠之爭 以上回答 用麥克風 大家聽不懂 請問你有沒有林里長的選舉 林里長 有沒有那個選 集合一那種選舉 都沒有了 林里長 集合一什麼都沒有了 那個太小的 直接指派比較快 比較快 用摸著條子 直接指派 比較不會 被 被綁架當做那個 條子 北京阿姨我怎麼沒有說 柱子腳 樁腳 因為 我沒有在摸條子 所以沒有在說這個 比較不會說 請問剛才那個有水指派 你站著腳說好嗎 那個 里長 有水指派 有水指派 有水來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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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 駿駿駛下去的那些雞排 將來我們先把中央一步說得好 我們的格級要大一點 我們將來都是集結以上的 那個比較下層的 我們先不要討論這樣好不好 我們的格級要放大 我們現在今天上了課 是中央級的參眾議院的議事規則 組出章場 林理長 那就是我們的學員 出章班比那些不可能就要去做了 如果要做更高的 你就要上高級班 現在為什麼要再就參眾議員來這裡上 就是我們要充實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奔透台灣人四百年 不要真的自己當家做主 你丹水平做中央美國劉蒙總統 他就換頭沒換心了 他也沒想到說兩千年他可以選到 就是好處在宋初五 沒有要讓李政委首席 他們要出來選 把拿軍拿贏國民黨的票 踏著兩票 不是踏著兩票 踏著幾票 因為那時候連陳理安他們都出來選 我們也說阿扁所以只贏了二十幾萬票 結果香港沒有班底可以去接 總統府只換一個總統 行政委換一個像張鎮雄 然後河思案裡面就那樣下來 你看看 好像換頭沒換心 頭髮是丹水平的頭髮 腳跟手都國民黨 所以他的命令到他都走正義 再來 這個 那時候 吳淑尊做禮拜委員 他贏了一選很多選的 他的著力是誰 沒有錯 那個著力有夠優秀 他說拿出來的法案 給五叔甄在國會 發表得很好 兩個搭配得很好 我們都想說一個女孩子而已 從來沒有從政的經驗 還沒選過立場 還沒選過議員 直接跳到立法議員 其實 那就是我們台灣人可愛的地方 當政票 同情弱者 丹水平那時候因為 那個鳳來島案 丹水平那時候辦一個十集 叫做鳳來島 他那裡有文章去殺 他在吐槍這個 馮富翔 說他把翻譯代替著作 把外國人的文章翻譯過 來翻譯著他的著作 那個人抓包 所以在雜誌看 馮富翔 你知道嗎 翻譯他就是國民黨開的 所以把丹水平拍攝 抓去關 但是他抓去關的時候 五叔甄代表他出來選立法議員 大家投票到他去選 那現在 丹水平關不多久就出來 出來就做 無數真的著力 所以 著力如果有強 可以主導 國會議員的議事的方向 他的提案的方向 所以你不要小看國會助理 很多現在的立法委員 也是先從國會助理先做 做到後來有經驗 自己跳出來選舉 好比像台北 選出來的以前的前立法委員 卓榮泰 他以前就是在 謝長廷 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當他的國會助理 這些助理經過一番訓練以後 他們也可以自己自立門戶 獨撐一片天 所以 有時候 我們雖然 只是在地方當議員 參眾議員 可是你的目標要遠大一點 我如果要來當中央的參眾議員 我應該要具備哪一些條件 我要如何充實自己 把自己的學養專業 都充足好 剛開始也可以 到中央的參眾議員 當他的助理 來學習怎麼樣立法 怎麼樣提案 也可以先從中央國會助理做起 因為我們人是一天一天進步 你只要一步一腳印 腳踏實地 經常在研究 台灣的這些行政部門 他們行政上有哪一些缺失 你對台灣有哪一些負擔 你希望讓台灣更好 我應該要提出哪一些法案 來造福台灣人民 這是我期盼大家 雖然現在讀這些法案 比較枯燥無味 但是為了台灣 我們要努力 好OK 現在有人要發言 台灣民政府 以後的遭遭 是兩黨的遭遭 都是兩黨 同樣的 共和黨不必讓民主黨 通過法案 提出到政府關門這個位 總之 我們要有真 有那個來奉集這種的情形 來 第一個 我們也要所有的公務人員 不能參加政黨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所有的公務人員 如果參加政黨 會有平坦 我的建議是這樣 好 真好 在日本 它是內閣制 所以 是最大黨出來做黨 所以議案的通過率 我剛才說 百分之九十七 這就比較不像 總統在美國這樣 所以 你如果 在台灣民政府的家 有兩個政黨在穩促 無論對一黨起來 都會很容易通過法案 這就是內閣制的合處 那麼 因為美國 他們比較特殊 他們不會解散國會 那麼 這個內閣制的優點就是說 你 你國會如果不要聽我行政部門 我幫你解散國會 定選 定來 解散國會之後 法律規定 四十天來 要全部定選去 所有的議員定選 中議員 只中議員 因為參議員 不能解散 好 你把中議員解散之後 你內閣也要總辭喔 所以你行政部門也不贏了 立法部門的眾議院 日本是眾議院優先制 就是說 所有的法案都要先上來 給眾議院來 尋找 標掘 所以 現在眾議院也不贏了 眾議院都四十天來 要定選 這就重新找出最新的名利 這次眾議院再選到到底 看一堆一堂 眾議院的人數最多 這堂來做各 這樣 就沒有 你剛才說的 兩堂在那裡 因為又重新 因為是民主國家 以民為主 將來選去的時候 是老闆成在決定 你們如果行政部門 跟立法部門在哪 好 解散國會 行政部門總辭 重新重來 定選過 最新的名利又出來了 所以這是內閣制的優點 以上報告 還有什麼問題 我認為 我認為 現在我們的社會 亂聯事次在法院 所謂法院的組織法 我們一定要重新 重新改革 法官一定要重新 教育 不要用 那個 什麼 自由 自由認證 認證法 這是重要的議員 我們會開 那個聽證會 公聽會 好 謝謝 那麼 剛剛還有一點 我忘記解釋 在日本 你只要當選 眾議長 或者是 參議長 你就不可以再參加黨的活動 不一定要辭掉黨 不一定要退黨 但是 你就不可以 再去參加黨的會議 黨的運作 因為你是 整個國家的 國會的議長 不是哪一個政黨的 這個國會議長 這點非常重要 日本 補充報告 OK 第一個 20個委員會 我們是一個厚生勞動省 但是他分著兩個委員會 厚生委員會跟勞動委員會 還有運輸委員會 我們是國土交通省 但是他現在寫的是運輸省 還有通信委員會是郵政省 也沒有郵政省這一個 應該是歸在總務省裡面 還有建設委員會 也沒有建設省這個 是應該要歸在國土交通省 所以這些名稱好像都應該要修正或是怎麼樣 好 謝謝 很好 那麼這個就是有草案就是還有改進的空間 就是希望你們把更好的建議 把他提出來 那麼因為時間的關係 等一下有那個羅蘇蕾要來演講 所以我看我們暫時今天就上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各位議員我們現在下課休息10分鐘 下課休息10分鐘 有福平台 各位議員 num碟 我們這些時候